总统大选这三人都有新动作 记住出访友邦的副总统赖清德 最新首度接受了国际媒体 彭博商业周刊的专访 还将登上封面人物 他再次强调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必要另外宣布独立 带着彭博新闻回万里老家 副总统赖清德4月 获得民进党提名后 首度接受外媒专访 We don't want to be enemies We can be friends And we love to see China can enjoy Democracy and freedom Just like us 不止这样赖清德也提到 台海的和平稳定 符合国际利益 既然台湾问题是国际性的 国际红线将是台湾的红线 也是他的红线 It is that Taiwan is already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country call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not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OC and PRC are not subordinate to one anothe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也被问到要跟习近平共进晚餐吃什么 赖清德说讲这还太早 而他也将成为下棋彭博封面人物 是美国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欧巴马 法国总理马克宏 以及加拿大总理杜鲁到后 最新一位登上蓬勃商业周刊的世界领袖 也是首位亚洲领袖 赖清德应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你要不要放弃台独 或者你知不支持台独 还是说美国不支持台独 你就不支持台独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答案 你告诉大家就好了 身为民进党党主席的赖清德 应该要明确的说明 要来重新诠释台独一词 那民进党他过去的台独党纲 是不是要完全走入历史 持续公赖的台独立场 这点蓝白态度很一致 TVB是里亚南里做很黑报道 侯友宜抛出了反对费死重启核四的证件之后 对民进党的绿能弊案展开了一轮猛攻 怒批人民缺电是最为痛苦的 而且绿能发电居然变成了绿营发财 他认为也太过离谱 上周三才开记者会抛能源证件 但侯友宜之后几天却很少谈 改说这些 改后民进党绿能难道是担心 多说反被攻击 媒体人陈辉文就点出 会有一对核四议题反反复复 实在搞不懂为何又要去挖核四的坑 学者分析焦点转向目的 毕竟除了绿能侯友宜也站稳 反废死立场 我反对废止死刑该做的事就要做 这是我一向不变的态度 各项政策都会适时的提出 侯友宜之前就提出 以和减煤稳定供电的政策没有改变 加强主导议题能力 也要观察舆论风向 TVP宣传室杨佩宇台北昌报道 侯友宜前脚才去了台中 郭台铭后脚就去拜庙 彼此照尽跟消毒意味能后 传出在十场造势活动之后 就会宣布参选 并且展开联署 郭东表示会情报基层 由民意让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侯友宜前脚刚走不久 郭台铭就来台中拜庙 我想我都拜完之后 是不是就要开始联署文了 我要走遍台湾很多的偏乡角落 那么听听民意 大家民意 就要告诉我 主流民意是什么 我来做最后的决定 笑笑不回答 但根据掌握 原本打算在金门823当天宣布参选 但后续评估后 恐怕地先缓缓 确实按照规定 本来就是9月才可以 这时间差不多也是主流民意 大联盟造势结束后 对此国办回应 请走基层倾听民意 现阶段任务就是团结 一切社会力量 和南投议长已退党 要帮联署很简单 张化议长谢典林 也表态加一帮联署 有一些只是 礼貌上情义的相提 但是全部都不希望 他最后是独立参选 确实张化南投都表态 独立参选 吻书不挺 愿助郭董重回谈判桌 进退为谷 可是他好像也不愿意退 所以说只有进 朱立伦以党主席的身份来看 他当然有责任 可是这个责任 不是他由他一个人来担当 因为当时的这个角色是集体的 现阶段处境学者分析 党中央也在等郭出招 最后真要选到底 就算要二度伤害 也得有人分担伤害 第二位 讯文成功 一红富豪 状态原生小组 台中台北参谱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